现在一线城市核心地段的豪宅 一直在涨 另外黄金和比特币也显得很异常 市场中很多人都说 这是中国的富裕阶层买上去的 这句话虽然并不全面 但是很多中国的富人在买这些也是事实 中国一直在放水 但是却无法流露到普通人的手里 而富裕阶层却显然已经开始利用这次放水了 有人做了一个比喻 说是这次国家的放水 就好像是往一个人头上浇了一盆水 头是湿头了 但脚还是干的 本期节目我想聊聊这些年 中国富人们的投资行为的一些变化 以及聊聊为什么中产阶级 才是中国经济真正的变数 金融领域有没有专门研究中国富人的报告呢 也是有的 根据中大金融投资顾问的调法报告 中国的富人们有一些比较有趣的特征 这里面隐藏着他们的财富密码 首先 中国富人们的理财教育指数偏低 数值显示只有60.99 也就是说他们大多是不懂金融的 但是他们对自己的理财能力的信心却很高 理财信心指数高达了76.04 也就是说他们显得又菜又自信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中国的富人们 他们普遍是非一代 这可能跟他们在创业过程中培养起来 对自己能力的绝对自信是有关的 那么他们知不知道自己菜呢 也是知道的 所以他们对金融领域的投资显得十分的谨慎 投资性格风险指标仅为65.88 他们轻易是不会投资金融的 那自信心又体现在哪里呢 据统计 富人们在进行这个投资决策的时候 配偶商议型占了46.2% 朋友商议型占了38% 也就是说80%以上的富人 是不信任所谓的专业投行的建议的 富人们要么是找老婆商量 要么是找朋友商量 然后自己来决策 关于这一点 在另一份的报告中 也是可以侧面证明的 根据这个亚太区财富报告 这个报告的显示 中国的富人们很少会用理性的方式 来选择银行的理财服务 通常是通过这个关系 或者是亲朋推荐这些 来决定对银行和投资项目的选择 另外他们是富一代 赚过大钱 对利润是不是丰厚 就非常的在意 报告中也显示 他们的最爱是这种高风险 高收益的投机性项目 所以波士顿咨询公司也指出 中国的富人们正在以一种 雅林式的心态 在管理着自己的财富 一方面他们更愿意承担 较高的风险 且必须由自己来决策 另外一方面 他们又很保守 不轻易的投资金融 认为这样才安全 这种雅林式的心态 是由富人们又赛又自信 又知道自己赛的心态所决定的 好的 前面我们聊的这些 其实是可以得出一些 有趣的结论的 我给大家分析一下 首先 这些富人们的思维认为 拥有可靠立场的朋友 他们的意见 比专业人员更可靠 有句话是这么说的 立场比能力重要 态度比专业重要 这实际上是这些富一代们的 一种特殊认知 而且根深蒂固 大家会不会觉得 这些富一代的思维 跟共产党是很像的 所以在富人的朋友圈里面 口口相传的各种信息 是决定金融资产涨价的重要原因 甚至在富人们的眼中 任何的新闻宣传 任何的国家大事 都不如朋友推荐 这个特征 是可以很好的解释 这几年黄金的异常走势的 聊一个我自己的感慨 2020年的时候 圈里的朋友劝我买一些黄金 我也买了一些 现在涨了很多 还没有卖 有时候我是有点倾刀的 觉得圈里的这些土豪朋友们 他们不懂金融 而且又菜又爱玩 但是我背进心思去研究的 这些股票 以及这些金融 这几年的总体收益 反而是不如他们推荐 给我的黄金的 而且现在民间还在传闻 中国政府也买了很多黄金 我琢磨了 是不是有这么一种可能 富人们中间存在着某个富人 有着中国政府的内部信息 然后通过圈内口口相传的方式 在富人圈里面广为流传 到了后期 由于外围富人们的纷纷加入 又最终促成了黄金趋势的形成 还有一件事是这样子的 2021年的时候 圈里的朋友劝我买这种 一线城市核心地段的豪宅 我觉得他们很傻 经济周期明显到末期了 房价应该是要跌的 结果事实却大跌眼镜 大部分的房子确实是跌了 但是豪宅也确实是涨了 这显然是不符合经济规律的 因为豪宅即使要涨 也应该是先跟随大肆下跌 泥沙俱下才对 但是这个过程并没有发生 这明显又是一个富人们的集体行为 改变经济规律的一个案例 富人圈里的口口相传 口看比大家想象的更有威力 换句话说 当富人们形成了统一行动以后 富人们本身就是趋势 这独立与经济周期之外 跟任何外因都没有关系 只要统一行动的钱足够多 一切理由都不是那么重要 很多经济学家都预估错了 黄金和豪宅的趋势 我觉得这主要是肉固了中国的富人圈 事实上知识的作用并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大 而这是很多经济学家并不愿意承认的事实 有句话是这么说的 成功来自于85%的人脉关系 15%专业知识 这句话用于金融领域至少对了一大半 另外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猜测 大家都知道 中国政府是很爱用这种小作文来影响股市的 会不会在其他金融领域 政府会故意的给富人们私下透露一些信息 作为组织这些富人的手段之一 这是不是意味着共产党对富人的组织能力 并没有完全消失 即使现在富人们是很不幸的本届政府的 如果这个猜测是真的 那么恐怕反过来看 小作文可能也是中国重要的裁创码之一 好的我们接着往下聊 继续聊聊富人 另外一个值得研究的是 中大军容还有一个报告 中国富人们最关注的目标 一次是财富传承 高品质生活 创造更多的财富 以及子女教育 所以守住财富 财富传承 是富人们的第一需求 富人们因为子女教育而进行的投资 也就是购买学区房 仅仅只是排名第四位的 这个调查也是很有意思的 实际上富人们很难对中产阶级的教育焦虑感同身受 这是因为他们觉得教育跟财富增长的联系并不大 而所有人都知道中产以及中产以下阶级是买学区房的阻力 但是富人们对此的需求并不迫切 而且他们的人数也是不够的 所以富人们是不会成为学区房的接盘侠的 而且钱这种东西是需要统一行动才能形成金融趋势的 中产阶级现在很混乱 虽然给予孩子最好的教育是为人父母的天性 但是90后和00后的父母们还存在着多少这种鸡娃的趋势 这是有很大分歧的 而且很多中产阶级可能会想把这种买房的钱节约下来留给子女享受生活 换句话说 现在的中产阶级们对学区房是缺乏明显的共识的 所以买房的时候 学区房这个概念已经不能作为最主要的参考因素了 除非是中产阶级们他们重新统一了思想 另外如果富人们的第一需求是守住财富和财富传承 第二需求是不能影响自己目前的高品质生活 那我前段时间流传了一句话 就是说不怕富二代颓废 就怕富二代创业 这句话恐怕就是真的了 中国政府这几年一直在鼓励这个科技创新 希望国内的民间资本与科技形成这种良性的循环 但是拥有财富的富一代们他们老了 未必会有这种进取心 而富二代们创业又是不被自身家庭所支持的 而中产阶级又显得钱不够参与不了 那么民间进行大规模投资科技型企业的浪潮 就会很难出现 所以这可能就是这几年科技型的民企 发展不如预期的微观原因 说的更直接一点 中国的企业界可能正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局面 之前很多人都说 中国人在改革开放以后 是一代人做了三代人的事 这当然也是有好有坏的 其中最大的后遗症 可能就是企业界的后继无人 从历史上来看 当年葡萄牙的海山霸权 一开始也是财富增长很快的 后来就是因为后继无人 也就逐渐衰落下来了 现在这种局面 也可能已经在中国出现了 这当然会导致中国在发展上出现一些意外 不过现在并没有人关心这些 但是其实这个局面是会影响到某个趋势的 比如说像股市中的科技股 它就会明显受到影响 不过影响未必是负面的 首先因为后继无人 科技公司的这个发展形式就不会太好 但是科技发展 又是中国政府下定决心要做的事情 可以判断 至少在政策预期方面 科技领域是会持续的向好的 政策预期是这么一种东西 形势越不好 政策预期就反而越好 具体的判断逻辑是这样子的 在中国一个被培育的行业 通常会分为几个阶段 分别是政策扶持阶段 市场竞争阶段 轮通垄断阶段 行业下滑阶段 像新能源汽车 光伏 锂电池这些 如果发展的很迅速 那么行业就会很快过了那种政策扶持期 现在已经过了 所以这时候这些行业 就会进入正常的市场竞争阶段 如果从长线投资的角度来看 此时的投资风险就很大 因为并不知道哪家企业 最终会活下来 而且在市场竞争阶段的时候 会有各种的卷 各种利空的消息传出来 板块内部的个股 就很容易会因此而受到影响而下跌 市场竞争 虽然对于国家而言是个好东西 但是对于企业并不友好 所以当个股处于在这个阶段的时候 要尽量的避开 股票投资跟其他投资不一样 其实最好的策略是投资政策扶持阶段的产业 政策预期是个好东西 即使企业本身不太好 这也是关系不大的 在政策预期的加持下 很容易出现一种鸡犬升天的局面 老股民都说 炒股关键就是炒预期 其实讲的就是这一个 市场中大部分的人对此都是理解错误的 而投资龙头搂断阶段其实也还行 毕竟局面已经明朗了 只需要跟随情绪周期 赚取波动的差债就可以了 最危险的是行业下阶段 比如像现在的房地产 中国的中产阶级如果不恢复 那房地产的股票是不会好的 好的我们接着往下聊 继续聊聊中国的负能 比特币的持续上涨 也是能够说明负能不能一些趋势的 现在比特币这么大的盘子 当然只有国家力量才有可能进行操盘 而中国政府是禁止比特币的 但是在2020年的时候 美国已经在法律上正式承认这个比特币了 而谁赞成谁反对 是可以说明谁在做装的 事实上我一直是有这么一种看法 比特币是美国争取世界富人的一种方式 包括中国富人 虽然并没有很多公开的数据 但是有非常多的中国富人在买比特币 这是人们的共识 而比特币成功的地方 在于它跟黄金和一线城市的豪宅一样 具备不能人为增加数量的这种特征 这是由比特币的算法决定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些年中国富人所投资并形成趋势的 都是这种不能人为增加数量的资产 黄金豪宅比特币都是 再结合当下美国投资的一些金融品种来看 这可能甚至是全世界富人们的一种公司 这种趋势是很有意思的 是不是富人们的金融智商集体变高了 只去投资这些稀缺的资源了 其实这是很有可能的 我在节目中前面说 中国的富一代们又菜又自尽 还坚持自己做决策 这种行为在初期当然显得很容易输 但是这也会带来一种好处 就是投资者自己的经验会增长得很快 而富人们在修正自己的执行力上 也是跟中产阶级显得截然不同的 大家都知道中国的股民是永远不会接受教训的 但是富人群体的自治力就会显得好很多 不然富一代也不可能富起来 所以富人们就很容易对某种教训形成一种共识 比如说不能买政府随时就能够增加的资产 像普通的住宅 比如说要买不能人为增加数量的资产 像黄金和豪宅 而这些共识出现以后 趋势就不会轻易的改变 我想在这里做一个可能是武断的判断 中国未来任何新的投资机遇 只要是不符合不能人为增加数量的这个特征 都会很难形成趋势 只要造成这个趋势的群体是以富人为主的 那么这个判断就是成立的 当然中产阶级为主的趋势是个例外 中产阶级其实是不太容易吃一切涨一智的 这个经验也是可以用于选择股票的 优质公司的股权是稀缺的 垃圾公司则相反 随便一包装就能上市 段永平为什么长期的持有腾讯 美国的股市为什么是投顾了几十股一直在涨 可能就是基于这一个 中国的股民他是很爱炒这些垃圾股的 这是以前的中国股市给散货们养成的习惯 但是从未来富人们的这个资金抱团来看 中国的股市最终可能也会跟美股一样 选择稀缺性的股票一直涨 而吴钦作为证监会主席 又号称是劝上屠夫 这样强力的反腐 是会很明显加速这种趋势形成的 大家这几年在投资股票的时候 可能对这个问题要进行深思 好的我们继续接着往下聊 继续聊聊中国的富人 我在节目前面说现在中国的富人们并不信任本届政府 从新闻上看中国买家到新加坡日本买房 这当然是富人们在给自己寻找后路 这是所有人共识 但是并没有人去分析富人们的这种不信任 会不会有什么商机出现 其实也是有的 大家可以看到以富裕阶层为主要客户的招商银行 股价虽然有下跌 但是远远打不到崩盘的程度 因为资本市场认为 中国政府在富人论出去这个现象出现以后 有较为明显的政策预期 简单的理解就是资本市场认为 中国政府会出台对富人友好的政策 来挽救这种现象 前几天有两个新闻值得细评一下 第一个是国家税务局对外籍股东的税收减免政策 第二个是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的外资准路政策 很多人都在解读这是中国想吸引高科技领域的外资进入中国 这当然是其中一个原因 但是对于已经论出去的 却在国内有产业的富人们恐怕更是一个定型丸 而且这可能也会吸引到那种已经论出去的富人们 重新回到中国投资 都说中美在打金融战 金融战无非就是对富人们手里的钱的争取 中国政府的统战部门不可能是不知道这一些的 而且这些富人们都是在中国起家发财的 对中国的环境很懂 虽然换人国籍如果出现新的利益 可能也未必不会考虑 没有永远的底人 只有永远的利益 这在富人圈里是一个定律 何况外来的和尚好念经 我的这个观点 大家听起来是不是有点毁三观 我是这么认为的 每一届的王朝其实都有他自成的性格 汉朝和唐朝不一样 宋朝和明朝也不一样 共和国的性格有点像汉朝 很能低头 低头的时候特别没底线 只要利益足够 蒋伟园长就是自己人 横起来也非常的狠 抗美援朝也直接咬着横镜上 显得又厚又黑 好的我们接着往下聊 继续聊回中国的富人 我想用另外一个角度 更立体的给大家展现一下中国的富人 前段时间我参加了一个小圈子聚会 参与的都是很有资产的有钱人 其中一位朋友的投资引起了我的注意 是今年年初才投下去的 他投资的领域是Ttok的海外英文直播 我问他为什么投这个 他说第一国内正在通缩 做什么都没有利润 第二英语直播 这种人才相对较少 组建这种团队比较有价值 第三Ttok这个平台能在欧美等有钱国家卖货 就比较容易获得暴利 我问他你的大本营选在哪个城市 他说是在泰国 但是团队的人才都是国内挖过去的 我问他既然人才梯队全部从中国招人 为什么大本营又选泰国 这样不是成本高了很多吗 他说国内管得严不方便搞矩阵 技术原因他考虑的比较多 我问他是在卖什么产品 他掩盖过去了 不肯说 这个事情我琢磨了一下 技术原因不方便搞矩阵 肯定不是选泰国的原因 因为国内也有很多搞Tk的矩阵的 他宁愿花很高的成本 也要到泰国去搞 只有一种可能 他卖的产品在国内会被管 但是很有暴力 这可能也是他不愿意透露 自己卖什么产品的原因 这很好理解 事成于密 谢于拜 另外他肯定不是在搞电信诈骗 我认识这位朋友很多年了 他经常说 说谋事业要合情合理合法 我有时笑话他 我说我整天都游走在这种 法律的边缘 还经常说自己合法 他说所谓的合法 并不是在起步阶段 要合乎中国的法律 而是要想办法去 法律允许的地方起步 比如说在海外的某些国家 或者国内的某些特区 按照他的说法 这叫寻找法律机会 法律机会是一种很重要的商机 是不是听起来 这也是一种很自洽的逻辑 现在电信诈骗已经过气了 不太赚钱了 他应该是不会做的 而且像电信诈骗这种 全世界都违法的事情 也不合他的风格 而他这次在泰国做的事情 可能是符合泰国法律 但是内地的法律比较忌讳 我问他 Ttok都要被海外收购了 你怎么看 他说 之前Ttok是中国团队在管理 对中国的商户并不友好 甚至可以说是苛刻 如果换成了欧美的团队 对各级商户而言 利弊目前不好说 但可能未必是坏事 现在国内的各大平台 都有对中国商家不友好的特征 拼多多 抖音 淘宝 整停在折腾国内的商家 三起链接和发款起来 毫不手软 主要是中国的小商家太多了 并不稀缺 平台就不怕得罪 而欧美的平台 虽然也会有整顿 但不会这么频繁 也相对的讲究法律 营商环境就会好很多 所以中国人的平台 往往割爱伤害中国人 总之 我这位朋友 对作为中国的富裕阶层之一 对世界各大平台的看法 以及对合法赚钱的态度 是与普通人截然不同的 现在国内的自媒体都在说 中国的富裕阶层 在畏畏说说 都不敢投资了 我倒是觉得 这恐怕未必是真相 他们的投资策略 现在显得很隐蔽 而且他们的思维 也因为时代的变化 改变了很多 但是民众并不知道 十年前不是这样子的 十年前富人们 是中国思潮而顶头羊 比如像马云 王石 柳川智子的闭人 但是现在流量密码 已经完全变了 富人们在想什么 人们已经不爱去了解了 所以媒体也就不再关心了 现在老百姓喜欢看的 是在共同步域口号之下 富人们被中国政府 整得有多惨 有多失落 仇官仇富 才是现在新的流量密码 而基于这种环境 富人们当然就不爱公开发言了 所以虽然富人还是那些富人 但是人们对他们思想的认知 还是挺留在2018年的 这实际上是这种 阶层思想分化的一种开始 民间现在都说阶层固化了 我认为民间是 思想先开始固化的 然后才引发的这种阶层固化 前者是阴 后者才是国 而菩萨未因 皮肤才未果 如果人们无法了解 和跟随富人们最新的想法 那么就会不容易赚到钱 这是一个中产阶级 很值得去深思的一个问题 聊到这里 我想对这个问题展开来聊聊 共和党在治国的时候 其实也是有类似的做法的 现在的中国 并不是特别注重这种 知识产权的保护 这是为了给抄袭 这些发达国家的技术提高方便 举国创新虽然好处有很多 但是沉默成本和时效都浪费大了惊人 作为后发国家 这么选就是好大喜功 另外 为什么董明珠 贾跃廷 许家印他们造车 都是耗费了500亿以上的去资 但是却没有成功 而雷军却只花了100亿就成功了 一方面雷军花的是自己的钱 另外一方面 雷军的第一辆车 是模仿了保时鞋的外观 这是为了快速的定位高端市场的喜好 再以终端的价格去降维打击 所以成功率就会变得很高 雷军作为一线的企业家 第二辆车去原创 第一辆车可以选择去模仿 这其实是很务实的行为 有这么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赚钱只需要学会对富人的复制 模仿 抄袭 以及改动 其实这是一句并不太光彩的大实话 同时也是捷径 经常都是这样子 中国社会并不提倡的行为背后 往往存在着丰厚的利益 大力提倡的反而是坟墓 好的 聊完了中国的富人们 在这个节目的最后 我想尝试回答一下 本期节目最初的话题 就是中国央行一直在放水 豪宅和黄金也在涨 为什么放水没有流入普通人 为什么说中产阶级是中国经济的真正的变数 是这样子的 首先中国央行本轮的放水 行业内叫做结构性放水 并不是全面放水 大家都知道 现在去银行贷款 要么要有企业的流水 要么有资产 温家宝在4万亿的放水的时候 条件比现在宽中多了 所以这一次是结构性的放水 国内的自媒体都在说 人们现在已经不贷款了 事实上这个问题必须要进行人群划分 在富裕阶层这里 是不存在不贷款的问题的 金融领域有各种的豪宅和黄金上涨 实体领域也有各种的暴力行业 富人贷款它是显得很健康的 同时他们也是本轮结构性放水最大的受益者 底层人民也是不存在不贷款的问题的 他们本来就买不起商民房 也没有能力去创业和投资 大多都是在打工 也没什么文化 他们是很难有阶级月签的可能的 这次的结构性放水啊 中国政府也没有指望他们去贷款 现在各种贷款的门槛主要也是针对这群人去设置的 可能政府也有不想这些人冒进的想法在里面 毕竟如果这部分人乱了 中国是要闹革命的 说明一下 现在互联网活跃的年轻人 不是属于底层人民这个群体 这部分人很特殊 属于各阶级的预备役啊 中国政府对这些年轻人目前是没有明显的贷款刺激计划的 换句话说 政府没有指望他们去搞经济啊 但是刺激他们尽快生娃啊 结婚这些行动导致有很多 比如说现在官媒正在炒作这个开封的王国说媒 中国政府和金融界啊 真正所顾虑的不贷款的人群其实是中产阶级 小企业主就是这群人代表 当然也包括大企业的高管啊 互联网大厂的员工这些 这是中国政府目前极力想恢复的人群 这些人普遍啊都成家立业了 也是中国经济的中间力量 从2015年开始啊 这房价上涨被掏空钱包了就是这群人 现在中年失业负债爆雷也是这群人 同时啊 他们也是中国最容易被消费现金所欺骗 最容易被金融剥削的一群人 现在各行各业啊都在指望着他们恢复这种消费能力 或者经济通俗的螺旋下跌就不可能止住 也就是说中高端消费啊 正在等着他们楼市和股市也在等着他们 而如果叠加宏观的经济周期来看啊 有一些很值得注意的点现在已经开始出现了 本来按照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规律来看啊 经济周期它是波浪性上升的 一浪比一浪会更高 其中有一个特征啊 就是每一浪过后 人们的赚钱就会比上一浪更困难一些 比如说改革开放初期啊 第一个经济周期几乎是所有人都能赚到钱的 第二个经济周期的时候啊 还会有大部分人都能赚到钱 然后再到了下一个周期 能赚到钱的人就会比上一次更少一些 这是一个很残酷的经济规律 然后在这么多个周期过去以后 到了2024年啊 几乎所有的资料阶级都会有一个疑问 现在到底是哪里才能赚到钱 所以今年经济就显得格外的困难 但是即使存在着各种听起来 很正确的这些负面理论啊 中国经济现在却因为中产阶级 出现了一个重要变数 那就在今年啊 中产阶级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自救行为 这并不是政府组织的 近期有这么一个数据啊 很值得解读 就是突然上升了PMI 现在是50.8% 起初我是不理解的 怎么突然之间啊 中国经济就雄起了 后来我打了很多这个小企业组的电话 打给我朋友啊 了解一下实际情况 我就发现 今年这些小企业组都有一个特征 就是特别的焦虑 但是普遍又认为啊 现在不能再做一代币下去了 所以在今年年初啊 各个中小企业就都进行了各种的 这种试探性的投资 宏观经济是这样子的 当小部分人动起来了 是无法撬动大局的 但是如果大家同时动起来了 那么就有可能会形成共争效应 进而改变大局 这就是我前面所说的 中国经济啊 可能现在正在出现一个比较重要的变数 但是值得一提的啊 现在还不能太乐观 因为行动啊 并不等于是胜利 目前只是这些企业 他们初步的投资下去了 大家还没赚到钱 从历史来看啊 在过去两年里面 也有两次PMI超过50的时候 当时也是小企业主门开始试探性的投资 但是前两次都显得只有昙花一现 后来大部分人啊 都因为这次的这个试探性投资亏钱了 所以就无法形成这种正下循环 同时啊 即使当时的中国政府给这些小微企业 提供了很多的低息贷款 他们出于投资失败 也是不敢再去扩大贷款的 这也是在前几年啊 即使央行再怎么放水 人们也不敢去贷款的微观原因 好的 而今年的这个PMI啊 其实也是可以从乐观的角度 去尝试解读一下的 中国啊 由于有这个过年文化的存在 所以每一年的年初啊 经济都会出现一次这样的自发反弹 有一个网传的说法啊 挺有意思的 每年回老家过年的时候啊 中国人就会被富裕的亲戚们 鄙视一下 刺激一下 这就是中国经济 为什么一直有动力啊 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啊 这个说法是挺有意思的啊 所以有这么一种规律啊 每年的三三月到四月啊 就是大量的中小微企业组 进行试探性投资的主要时间 失败了就收手 成功了就增加 而小微企业的盈利回报周期啊 是很短的 通常几个月就能看出苗头 所以重要的是在今年的 7月份左右 会不会出现这种辅助性的证明数据 能证明中小微企业 在年初的这些投资啊 出现了明显的盈利 比如说像贷款额度猛增啊 这就代表着他们决定要增加投入 比如说像PMI持续了几个月啊 都处于这个50以上的高位 这就代表着这个采购力度 持续在加大啊 这当然也是可以说明 大部分人投资是成功的 所以总的来说啊 之前自媒体所说的贷款贷不出去 存在着货币流动的主点 这其实根本就是个伪命题 一旦这些中小企业 年初这种试探性投资能够成功啊 贷款的这个毒点自然就会解决 所以啊 我一直认为中国经济活力的核心啊 并不是那些巨无霸的国企 而是绝大多数的这种中小微企业 只要他们同时活力十足 通缩的局面就能够逐步的化解 是民间有伪力 而不是政府很英明 更不是国企很重要 今年这一次的PMI反弹啊 是中国民间的小企业 第三次尝试突破 走出这种通缩的陷阱 目测这一次的机会 会比前几次的这个成功概率更大一些 因为今年啊 这个中国民间已经基本忘记了 疫情的伤痕效应了 而且劳动的参与率也达到了近五年来的最高 好的 无论是悲观还是乐观的角度 前面我所聊的这些 就是我今年啊 对这宏观形势一些比较基础的判断 而从金融的角度来说啊 这对今年整体的这个股市形势啊 影响应该是决定性的 虽然年初的时候啊 中国的股市显得开举不错 但是现在最重要的关注的点啊 应该要看这些中小微企业 他们能不能自救成功 尤其要看那些宏观的指标的数据 如果能够成功啊 恐怕今年就是一种大农市的雏形 反之如果失败了啊 今年年底应该还会有一波股灾 就只能指望明年了 不过即使今年年底它会有股灾啊 下跌幅度也应该会比去年小一些 毕竟去年那么惨啊 这是股市的政府基金应该也会有经验了 应该也会提前的进行干预的 Csat 好吧 开门 就换